原本的梨花已经在过年后完全枯萎 长出满满的绿叶 但整个庭院还是充满着美丽的花海景观 只是从树上转到地面赏花 满满的玛格丽特花园景观 原本是草坪头流性茶浓的个人喜好 将原本一年只开一次花的草花玛格丽特 硬是可以开花三年 会用这个玛格丽特来装扮我们的庭院 就让客人来啊 在这边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喝个咖啡喝的 茶 然后老板啊 老板的巧思是说 就是来赏樱花 就是每家有每家的特色 我们又是比较向到 要把自己的那个庭院 就是自己家附近把它营造出来 所以才会做 找这个玛格丽特 它又能延长我们的花季 因为它可以开到四月 新一乡草坪头的樱花季已经进入尾声 现在来到草坪头除了看樱花以外 也可以观赏由当地茶浓精心达造的玛格丽特花园 茶浓也表示希望借此延长游客来草坪头赏花的另一种花籍 因为它有很多花色 客人来都会被它吸引 像老板有办法把它一棵种三年 这个本来是草花一年就会死掉了 可是它有办法一棵把它种到三年 它这一盆只有一棵 然后客人来就会很好奇 怎么可能把花种得那么大盆 反正就是来这边来草坪头赏樱花 值得进来我这边看一看 如果刚好有机会可以进来一下 看看一下这边的花 因为王秋淑表示目前樱花已经进入尾声 相当感谢长农们的用心付出 打造美丽的花园让民众也可以欣赏 原本只是流性残农自己喜爱 并用心栽种 后来也分享给游客来欣赏 并规划凉亭 让游客可以坐在花园中边泡茶边赏花 加上草坪头的好空气 壮丽的山景 搭配起来是一大享受 记者邱平易新的采访报导